原标题,梁山只有108江,其实还有四人没进排名,第三个和卢俊已不分高下,提到水浒传,很多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108江, 于是,在很多人看来梁山上称得上高手的,就只有这108个人,但事实真是这样吗? 其实在梁山上还有四个实力很强的高手,只不过没有参加排名而已,其中一个甚至能够和卢俊一战50回合不分胜负。 一,裘穹英裘穹英,外号穷十足,是田虎手下最勇猛的女将,裘穹英不仅人长得十分漂亮,武功更是了得,尤其善于使用石头当作暗器。 在《水浒传》中,裘穹英曾和王英,胡三娘,林冲,李奎都有过交手记录,其中王英和胡三娘不敌裘穹英,林冲李奎虽然没有败下阵来,但都给裘穹英的石头打伤,在田虎被打败后,裘穹英成为了梁山上的一员,并且还和张欣产生了感情。 于是两人结为夫妻,求穹英为张欣生下一子张姐,张欣争方,那战死后,穹英独自抚养张姐长大,不过让人奇怪的是,这么厉害的女中豪杰,却没有被加入到梁山的108江中,二乔道卿乔道卿原名乔烈,绰号欢魔君,是田虎麾下著名的法师,精通幻术,而且还是公孙圣师傅罗真人的实地。 也就是公孙圣父的师傅,在宋江率众攻打田虎的时候,梁山众人都打不过乔道卿,甚至还被他活捉了数人。 无奈之下,公孙圣只好去找师傅罗真人来解决此事。 公孙圣找到罗真人后,罗真人告诉他乔道卿是自己的师弟,公孙圣是不可能打败他的。 于是罗真人叫了公孙圣,可以打败乔道卿的一宗天心正法。 果然,公孙圣用了这招法术后,成功地打败了乔道卿,随后乔道卿正式加入梁山,成为梁山的一员。 《水浮传》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,又名《周易水浮传》,描写了北宋末年奸臣当道,这阶层人是被逼上梁山起义的故事,塑造了一大批经典。 人物形象,竹林冲,鲁智深,李逵,武松,宋江等,是中国英雄传奇小说的经典之作。 明史奈安,小说同仁三,孙安孙安是田虎归下的头号将领,外号屠龙手,孙安与乔道卿同乡,都是经典人。 在《水浮传》中孙安的交手记录不多,就只和卢俊逸,秦明交过手,在攻打田虎的时候,卢俊逸先派出秦明迎战孙安,两人战了五十回合不分胜负, 不过卢俊逸看到孙安过于勇猛,怕秦明吃亏就明金收平。 第二天,双方的战斗再次打响,卢俊逸亲自出阵营战孙安,两人又是打了五十多回合不分胜负,随后卢俊逸假装败退,引诱孙安来到林子边上,可是孙安并不知道此处早有卢俊逸埋下的伏兵,孙安措手不及, 被两边抛出半马锁,将孙安扮倒,众军赶上,连人和马,生擒活捉。 四,马灵马灵也是田虎的手下,绰号神骛子,又衬小华光,会神行,金砖手,相比上面。 三位,马灵的实力稍微要弱一点,在和神行太宝带宗,若云龙公孙盛的交手中都没有讨到好处,甚至最后还被公孙盛活捉。 不过卢俊一看到马灵实力不错,就没有杀他,而是将他放的,对此,马灵十分感动,就投降了梁山。 在宋江率军征讨方拉的过程中,孙安不幸身亡,作为同乡的乔道卿十分伤心,表示想要协同孙安的尸体回归前野,离开战乱。 马灵知道这个消息后,也向宋江辞别,想和乔道卿一起前往,宋江虽然十分不舍并试图挽留,但是两人去意已决,无奈之下宋江只好让二人离去,后来乔道卿,马灵都到罗真人处从诗学岛,以中天年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